多謝主席 政府現在大力推這個Hello Hong Kong 我們是很支持的 但我只是擔心到時 推動了整個國際的人進來 我們國內的同胞進來 現在我們四個負責接待的行業 零售我飲食、酒店 它的的士、司機全部不夠 所以局長 剛才易志明說得對 其實是刻不容緩 我們要快 我飲食業差四萬人 所以你有多少來 其實幫不了很多 但都一定要去做 所以局長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們講盡快 幫我們加多一件事 我們希望如果我們可以在外面 內地來的勞工不需要在香港住 可以即日來回 那就對我們去引入一些 大灣區的員工來是好的 你會不會考慮 局長 主席 多謝張宇仁議員的問題 第一就是 政府也很了解 這一刻 香港很多行業都面對 人力短缺的挑戰 這也是我們在復償之路方面 我們都要面對的不生事實 正正是這個原因 政府都說得很清晰 我們都會在優先保障本地工人就業的前提下 針對一些明顯有短缺的行業 我們都會積極考慮 需要輸入勞工去補充人力的缺口 至於一些很具體的細節 包括張宇仁所說的一些問題 相信要留待政府正式推出有關措施的時候 我們一平交代 多謝主席